金日88888换车时 从劳斯莱斯到丰田家用车 发生了什么故事 问你的问题 法拉利和卡罗拉 哪辆是真的 想必90%的人都说法拉利是真的 如果你要是这样想的话 那就草率了 因为这辆法拉利被人PS了 原车是金日C开头 此时此刻有人在想 这辆卡罗拉不会是假的吧 要知道 月F88888都拍卖了217万 金日五个八是什么概念 一个估值768万的车牌 怎么可能挂在一辆十几万的家用车上呢 这可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车牌 从两轮到四轮就是最好的证明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目前五个八的确在卡罗拉上 而且这个牌照经常换车 90年代 这个牌照在第三代宝马5系上 后来换成了宝马745 2010年3月之前 还曾在奥迪6上用过 之后换成了2007款宾利飞驰 2019年宾利飞驰退役 之后换成了劳斯莱斯新幻影 从超豪华车型到家用卡罗拉 难道说家道中落了 其实根本不存在什么家道中落 根据了解 十几年前 这个牌照就是宫户 这次换成丰田卡罗拉 只是过渡一下而已 估计要不了多久 就会换成豪华车 卡罗拉之前是幻影 难不成这次要换库里男 就会换成豪华车 就会换成豪华车